据台湾媒体到日本女团NKB48与神浩现身东京 举行单曲的夏日祭典活动 在其中一个环节中 开放粉丝拿着私人物品上台给成员签名 之后一名粉丝在推特上发文 回忆参加NKB48举办活动时 书抽拿着男性情趣物品上台 若年几十六岁的大和田南娜签名 透露对方当时还问那是什么 于是他向大和田南娜谎称 装了沙子用来锻炼肌肉的用品 夏淼大和田南娜便笑着问应该签哪呢 时候他将这段过程及对话全po上网 并将被亲上名的情趣物品照片上传推特 大和田南娜疑似被骗 在情趣物品上签名的消息一出 立刻进眼众人不满 纷纷直呼超恶性 这太过混浪 变态 并引来网友质疑为何没有工作人员阻止 担心偶像得知真相后是否会造成心中阴影 在网路上意外掀起不少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